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都清楚 天下古剑是宗主秋天池当年从乱临海深处的一片遗迹中得到 即为通灵 未能强大莫测 这些年来 能得到此剑认主的只有商若与一人 而此时 此剑明显已经对苏义降服 谁还要试试 苏义为自己斟满了一杯酒 随口问道 秋天池脸色阴沉 起身道 道友 你纵使能降服此剑 可这可明抢我东华剑宗的宝物有什么区别 那你再抢回去便是 苏义淡淡地说道 秋天池虚发怒章 一字一顿道 这么说 道友这是非要和我东华剑宗过不去了 话语冰冷 运及怒意 之前得知商若与被苏义所杀 就让秋天池内心悲痛至极 而此时 眼见苏义态度还如此强硬 让得他也被彻底激怒 云郎上人暗呼不妙 当即起身 何吃道 天池 你这是打算把我们东华剑宗千年传承毁于一旦吗 秋天池一呆 道 师叔 你这是认为 我和苏义撕破脸的话 会让东华剑宗毁掉 声音透着难以置信 以苏道友的手段 别说他灭我们东华剑宗 就是横扫大秦境内一切修行势力 也不在话下 云郎上人言辞装素严厉 有很多事情你并不清楚 哪怕你现在不信 但最好先冷静下来 认认真真去给苏道友道歉 莫要再干那等蠢事 否则就别怪我再不认你这个宗主 这番话一出 秋天池差点气笑 脸色都一阵阴晴不定 一看他这等神色 云郎上人就已识到 秋天池根本没有把自己的话听进心里 眉头不禁皱起 忽地 窗外远处街巷上传来一阵惊呼哗然声 大消息 苏义在乱临海上渡天节政道 踏入壁谷境后 一举江不归岛 藏灵山 白骨包塔中藏着的恐怖生灵都杀了 什么 此事当真 千真万确 就在刚刚有诸多陆地神仙人物从乱临海返回 把这一站的消息带回来了 那大周来的苏义竟如此强大 何止是强大 简直是逆天 据说不归岛 藏灵山和白骨包塔这三个禁忌事物都被苏义击毁 从这时间彻底消失 再兴传呢 据说时向苏义低头认栽之后 被苏义网开一面 放了一条生路 老天 这个是天大的消息 嘈杂的声浪不断发酵 让得东府酒楼上下的客人 也都被惊动 纷纷打探消息 秋天池和那三位东华建宗的长老 竟愣住了 呆着在那 耳畔 物资还营绕着远处传来的嘈杂议论声 只是他们满腔的怒火 已被一股彻骨的寒意取代 浑身如坠冰枯 他们这才意识到 苏义不止一个人杀了楚修 秦洞虚等一众修士 还在那乱陵海之上 一举正道壁骨镜 灭杀三位极恐怖的生灵 这样的战力 无疑太可怕了 而一想到他们刚才差点和这样的恐怖角色撕破脸 秋天池等人被几都直冒冷汗 云狼上人和蓝梭对视一眼 连他们都没想到 乱陵海那一战的消息 会这般快就传到东府郡城 苏义放下酒杯 长身而起 对云狼上人和蓝梭说道 天色不早 我也该启程离开了 说着 都懒得再去看秋天池等人一眼 迈不离开 天下古剑如有灵性般 跟随其后 云狼上人和蓝锁连忙起身相送 眼见苏义的身影就要消失在大殿门外 秋天池末地出生 苏道友且留步 就见这位东华剑宗掌门躬身建立 满脸羞愧道 此次是我等梦浪 冒犯了苏道友尊威 还请道友恕罪 此时就这样吧 苏义都也没回 大步而去 东府酒楼外 苏义目光看向云狼上人和蓝锁 道 两位 我们就此别过 以后若有缘 自有再见之时 说吧 他凌空踏步 枪的一声 天蝎古剑掠起 苏义的双脚稳稳他在那宽厚的剑体上 飞掠天穷之下 破空而去 少年轻袍如玉 覆手于背 遇见而行 一如天上仙 几个眨眼间 便消失在茫茫天边 这便是壁谷镜 是真正的修士之力 和腾云驾雾亦可遇见而行 目送苏义身影消失 云郎上人不由感慨 自尽以后 苏公子之为名 必将响彻大周 大魏 大秦三国天穷之上 蓝索美目中泛起一丝飘忽之色 道 师尊 我怎么感觉 距离苏公子越来越远了 云郎上人沉默片刻 道 苏公子这等存在 以后在大道之上 注定会越走越远 但不是我被能够起急 能够与之相识一场 已是一桩姓氏 不是吗 蓝索莫然 当天 发生在乱陵海深处的消息 以惊人的速度传遍大秦境内 掀起轩然大波 上林寺 一阵透着悲伤低沉气息的钟灵响彻 宗门上下所有人接震动 陷入无尽悲痛中 传我命令 自尽以后 我上林寺上下 不得再和大周苏义为敌 如有为逆 逐出山门 上林寺方丈枯境 宣布一道法令 世间修行势力凌驾于世俗之上 而如今的苏义 则已拥有凌驾于这些修行势力之上的实力 如此一来 一个最残酷的现实是 在于苏义为敌 无疑是自取灭亡 作为上林寺方丈 忽敬心中纵使再悲痛和震怒 也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 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 玄月官 当太上长老顾清兜的死讯传回 玄月官上线也是震动不已 苏义苏义 好一个苏义 玄月官官主苍红真人 蒙得把手中的茶盏狠狠摔在地上 破碎的碎屑和水字飞溅 大点灯火应照得他脸色忽明忽灭 玄吉 他颓然做回座椅 整个人宛如失去惊奇神 他清楚再愤怒也无济于事 如今的苏义已堪称是大洲 大魏 大秦三国之地的修行第一人 战力之上可称尊于事 无可匹敌 纵使是他们玄月官 也以无力和这等恐怖人物抗衡 灯火建宗 秋天迟返回后的第一时间 便向宗门上下宣布 自尽以后 无论谁和苏义为敌 必视作宗门叛徒处置 也是在当天 有关大秦三大修行势力 向苏义低头的消息 宛如飓风般扩散开来 当大秦皇帝得知消息 不经溃叹 一人之力 便可让天下修饰尽低美 大洲何其之幸 大魏 越伦宗 当得知发生在乱陵海深处的消息后 被视作大魏第一建修的邱恒空 独自狂饮了一壶酒 虚久 他才自语道 若苏义败了 那才叫不正常 当天 岳伦宗上下接德制 太上长老邱恒空起城 前往大厦 大洲 皇宫 作为坚果储君的周之礼 看着刚传回的密报 激动的手脚颤抖 不停在大殿内来回踱步 虚久 他猛地一拍巴掌 仰头大笑起来 笑得眉飞色舞 毫无风度可言 我周之礼这辈子干过最得意的一件事 便是和苏帝师相识一场 这也是我这辈子最骄傲 最自豪 最幸运的事情 周之礼满臉感慨 以后 苏帝师便是让我把这大洲天下拱手相仗 我也断不会皱一下眉了 说到最后 他不禁又苦笑起来 以他对苏帝的了解 怕是根本不会把这大洲江山放在眼里了 这也让周之礼无比头疼 接下来 该准备怎样一份贺礼 去为苏帝庆贺呢 这一天 大清 大洲 大魏三国之地 皆陷入莫大震动 到处都在传扬 苏帝在乱临海上的彪炳战绩 这也让苏帝的威名 柔至中天 独照天下 遥想当初 苏帝大人才只是班血静修为 便在二月二的龙门大笔上 一举多的龙门大笔第一名 当时我就知道 苏帝大人便绝非吃中物 一欲风云便画龙 大洲 云河进广陵城 姓黄医馆 管事胡权滔滔不绝 侃侃而谈 如今苏帝大人已贵为大洲帝师 据说那些陆地神陷在他面前 也得低眉顺眼 敬畏有加 这才是真正的风流人物 放眼四海 谁敢比你 一正一师皆笑着聆听 后院 一桌老槐树在风中摇曳 树叶沙沙作响 这座小院 曾留下一段属于大洲帝师苏帝的时光 老槐树见证了这一切 组长长尽窥探道 老太君 你说当年我们家若的苏义好一些 现在的状况会否完全不一样 老太君沉默许久 道 你只看到苏义如今的风光 却看不到 他崛起的这一路上 伴随着多少腥风血雨 随随便便一场动荡 便能把我们家上下覆灭了 说到最后 老太君轻声道 平安是福 其他的不可抢求 尝尽莫然 现如今的家 早已沦为广陵城的笑柄 不知多少人笑话他们有眼无珠 可这又能怪得了谁 世事无常 大抵如是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有声文学播讲 请关注我们们频道 谢谢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作者 肖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利 第四百零二章七月初一故人来 夕阳晚照 天元学宫 明全阁 苏语哥哥 原来你如今都已经如此厉害了 灵雪双手赴背 弯着盈盈一握的腰支 一张灵秀清丽的小脸 都快要凑到躺在腾椅中的苏语面前 他盯着苏语仔细打量 眉梢和眼角尽是好奇 似不敢相信 消息中那在乱临海上 大发神威的传奇人物 就是眼前这个自己最熟悉的俊秀少年 少女绝美清纯的容颜尽在咫尺 吐气如蓝 粉润的陈光泽炼夜 就像鲜嫩可口的水蜜桃似的 让人经不住想品尝一口 这也较厉害 苏语沈肖 从他这个角度 能清楚看到少女那清澈瞳孔中 倒映出的属于自己的模样 也能把少女那轮廓名秀绝美的脸庞 看得格外清晰 没 那是一种洋溢着清纯张力的美 亮丽绝俗 顺着脸庞往下看 便是修长雪白的景象 线条精致的锁骨 还不等苏语再继续往下看 少女一挺起身体 笑吟吟道 这若不叫厉害 全天下修行者怕是得修会死不可 不远处 宁四话 查警看着这一幕 都不禁笑起来 苏语返回不久 他们便得到了从外界传来的消息 自然清除 苏语此次前往乱领海的行动 可谓是大祸全上 满载而归 走 一只虎头虎脑 浑身毛茸茸的小树一跃 跳进了苏语怀中 小家伙是赤泥 比燕金精瘦的后裔 想比以前 一掌胖了一大圈 肉呼呼的 一对眸带着一丝丝的金色 苏语揉了揉赤泥的脑袋 浑身愈发轻松了 在求索大道的路上 他喜欢这种难得放松的感觉 其乐融融 闲是平淡 心神都得到一种慰藉 晚上 明泉阁前办了一场宴席 参与者出了宁四话 灵雪 茶锦 风小峰 风小人之外 还有沐熙 陈征 蒲 蒲叶 袁武通 郑天河等等有人 就连黄乾峻 袁洛西 袁洛宇 郑木妖等人 也都来了 苏语自然很高兴 宫愁交错 酣畅豪饮 酒席上 武林侯陈征告诉苏语 他已经将那一缕夺蛇者的神魂彻底练化 苏语这才猛地想起 当初前往削毒腰山深处的地下洞窟 陈征曾被视作道解 差点被一个一届修士的神魂夺赦 后来 是自己出手 帮陈征镇镇压了这一缕一届修士的神魂 并传授给陈征一门秘法 来炼化这一缕神魂 为的 便是从这一缕神魂中 弄清楚那一届修士的来历 以及其所来世界的一些情况 所以当即问询起来 可惜 陈征所炼化的仅仅只是一缕神魂 所拥有的记忆并不多 仅仅知道 这一届修士道号刘雀 来自一个名叫风鸣大陆的世界未面 而刘雀 是这风鸣大陆五大顶级宗门之一 长生灵宗的一位灵道大修士 在长生灵宗所掌控的地盘上 分布着一个空间避障裂缝 正是同往大洲八大腰山之一 血脱腰山深处的入口 按照刘雀的记忆 自这样的空间裂缝 在风鸣大陆上还有三个 分别被一方顶级宗门掌控 其中一个顶级宗门的名字 引起了苏裔注意 化兴妖宗 这让苏裔一下子想起 在宝插腰山深处般的若禅图一记之下 自己所击败的那个自称赤膨神军的夺射者 对方正是来自化兴妖宗 天明大陆的五大顶级宗门 目前已经确定的便有两个街掌空着进入大洲的空间裂缝入口 而在苍青大陆上 像大洲这样的国度 足有上百个之多 当年在暗谷之近爆发时 苍青大陆世界避障上出现的裂缝 绝对不会少了 这也就意味着 这些裂缝另一端的世界未灭 绝不可能仅仅只有一个风鸣大陆了 做出如此推断后 苏裔脑海中大致有了一些想法 近三万年前 遭受暗谷之近影响 苍青大陆世界避障出现的裂缝数量 定然不会少了 而这些裂缝 并非指向一个世界未灭 而是通往不同的世界未灭 像风鸣大陆 仅仅只是其中之一 进一步推断的话 若是那一场璀璨大势来临 能够跨界而来 藏青大陆的一界修士 注定是来自多个世界未灭 接下来 苏裔又问询了一些事情 比如这场生灵宗 作为天明大陆的五大顶级宗门之一 实力最强大的 乃是灵伦境大修士 也就是零到三大境界中 最后一个境界的强者 仅在黄境之下 由此便可以推断 能够和长生灵宗并列的 其他四大顶级宗门 当也相差无几了 并且必然没有黄境人物坐镇 否则这五大顶级宗门 但不可能是并驾齐驱的状况 对陈征而言 获得的这些消息 让他完全是一头雾水 可对拥有前世阅历的苏义来说 仅仅从这些一灵片找的消息中 就推断出一个极有价值的事实 那天明大陆上最强大的势力 也仅仅只是零级到头 相比底蕴的话 在很久以前曾拥有 黄境人物坐镇的苍青大陆 无疑要比天明大陆强大了太多 当然 毕竟暗谷知尽长达三万年的破坏之后 现在的仅仅大陆 是远无法和天明大陆相提并论的 毕竟放眼天下 也只有作为仅仅大陆霸主的大厦境内 才有灵道大修士这等存在出没 而在天明大陆上 有着五个灵机道统 也不过如此 和我预想中的韭菜也没什么区别 推断出这些事实 苏义暗自摇头不已 若把大黄九州比作一方顶级的修行大世界 那么无论是苍青大陆 还是天明大陆 皆和残碎的小世界未面也没什么区别 不过 这仅仅只是天明大陆的状况 那其他能够进入苍青大陆的世界未面中 或许会有更厉害的 宴席在凌晨时结束 苏义都有些醉醺醺的 最后被同样醉醺醺的茶锦搀扶着 走进了明权阁内 临走前 宁四话善意地提醒了一句 道友 别忘了不知隔音法阵 苏义大大方方地笑着答应 茶锦则羞红了脸 一相逢 变成却人间无数 这一夜 自然是说不尽的缠绵 其中乐趣 不足为外人道也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苏义便闲居在明权阁 除了修炼 便是懒洋洋地享受着生活的清明和闲事 一如从前 偶尔 他会和灵雪对弈 一起漫步在山野间 指点少女修行 而在晚上 大多时候是和茶锦同枕共眠 一双修来代替独自修行 在这种近乎夜夜生肖的情况下 茶锦一身的修为也是得到了一次次亨实和锤打 底子愈发精湛和雄厚 苏义也获以匪浅 遇古境出击的道行 已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行死久欲见的至强道种 也愈发剃头凝练了 在此期间 大洲储君周智里亲自来了天元学光一趟 送上了一份明显精心准备的贺礼 足足十块六品零食 那等价值足以让任何原道修饰心动眼红 毕竟在这世俗之界 五品零食已经极为珍贵罕见 更何况是六品 更何况是十块 苏义自然不会拒绝 踏入壁谷境后 以他那庞大无匹的大道根基 在修炼时 每日都要消耗尽十块五品零食 身上的存活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而若换作十六品零食 每日只需炼化一颗便足够了 周智里此来 还带给苏义一个消息 大洲大皇子周智前 早在五月初四时 就一起正前往大厦 如今已成为大厦四大道宗之一 天书道宗的内门弟子 虽然周智前是周智里的兄长 可毕竟不是一模所生 在下上周之前自幼在尹龙山修行长大 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 完全可以用疏远和弹幕来形容 故而 周智里毫不犹豫就把周智前卖了 告诉苏义 周智前以后 极可能会为死在苏义手中的 那些隐隆者报仇 对此 苏义并未太在意 当大族避鼓尽后 往昔那些仇视他的角色 都以无足轻重 就如大秦那三大修行势力 还不是全都一一跟自己低头认输了 周智前或许在大下拥有崛起的机会 可也根本不可能被苏义看在眼里了 悠闲充实的日子一天又一天悄然流逝 一个月后 七月初一 上午时分 苏义懒洋洋坐在明泉阁外一株大松树之下 眉头微微皱起 陷入沉思 他身上那是和修炼的修行资源 以所剩不多 最多只能再支撑七点左右 而现在的情况是 别说是天元学宫 就是在整个大洲境内 想要寻觅一些适合他修炼的修行资源 都显得极其艰难 这就是世俗之界的弊端 当修为越来越高 能够满足自身修行的资源 就会越来越少 直至再无法满足 这由暗谷至近导致的灵气溃发问题 还真是一个无形的枷锁 这三万年来 扼杀了不知多少修行之辈 继续求所大到的希望 苏义一声轻叹 或许自己也该考虑一下去大夏的事情了 这时候 明四化从远处走来 道 道友 陶青山和一个自称 世青蓝水军的男子前来求见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有声文学播讲 请关注我们们频道 谢谢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宇 演播 摩仙 摩利 第403章原行 小的陶青山 携青蓝江水军 拜见苏大人 陶青山拱拱敬敬见礼 他身影似诸如 白眉白须 眉目间尽是敬畏和冲目之色 在他身边 立着一个粗壮敦厚的不袍少年 恐吼有力 肌肤离黑 一对眸子炯炯有神 随着陶青山见礼 不袍少年也敢忙见礼 激动且忐忑 唐义中 苏义挥了挥手 不必多礼 我向来不喜这等烦入礼节 陶青山和不薄少年 敢忙站之身体 只是面对苏义时 两者依旧显得有些拘谨 倒是那眼神中的崇怒 是掩饰不住的 如今的苏义 早已是天下皆知的传奇修士 一人之力 灌溉三国 别说是指尖武者 便是修行之辈 都只能仰望 陶青山和不薄少年 自然也听说了 和苏义有关的种种事迹 在面对苏义时 儼然如是神人 苏义目光看向不薄少年 上下打量了一番 道 不错 不到三个月时间 便退化出人参 底蕴也算不足 不薄少年便是青蓝水军 本体是其居于在青蓝江底部的一头老园 当初苏义前往大周玉京城时 曾乘坐老园背上 横渡青蓝江 并且当时 苏义曾为其指路 让老园前往寻找陶青山学习画形之术 若三个月内 可退化为真正的要修 踏足园道之路 他自会传授其一门试和修行的法诀 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考验 不曾想 这老园还真的办到了 不薄少年感激到 晓得能有今日造化 皆是大人所赐 若非大人允许陶山君传授小的化形妙法 小的怕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妖修 所以心中一动 道 也罢 既然当初答应传授你一门秘法 我自不会食言 顿了顿 他继续道 我手中有两种适合你修行的秘法 一门名换天要求转绝 足可助你修炼到灵道层次 思 陶青山和不薄少年 街道吸一口凉气 满脸震撼 对他们这等刚踏上修行之道的小妖而言 一门能够修炼到灵道层次的传承 义和获得爵士先缘没有区别 就见苏义继续说道 另一部传承秘法 明幻玄武真气经 论奥妙 远在天要求转绝之上 不过 我只答应传授你原道三大经的修炼秘诀 并且 你想要获得此传承 需要答应我一件事 不跑少年心中一阵 抱拳道 还请打人明示 当我去大厦的时候 你和我一起走一趟 苏义道 不跑少年愣住了 他最初还以为要答应的事情 顶然苛刻艰难无比 那曾想 仅仅只是陪伴苏义一起出行而已 陶青山极度的眼睛发红 这哪里是考验 分明就是一桩天大的机缘 这一路上若能侍奉在苏大人身边 何愁得不到指点 更何况 苏大人可说了 那学武真气经的奥秘 远在天要求转绝之上 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快去谢恩 陶青山扯了不跑少年一把 不跑少年如梦初醒般 结结巴巴道 前辈 只要能侍奉在您身边做事 小的什么都答应 谁都看出 不跑少年很激动 激动到手足无措 苏义点了点头 取出一枚玉剑 以神念在其中 镌刻了一门和元道三大径 有关的法觉 这玉剑内的法觉 虽只是人物珍惜经元道层次的修炼之法 但足以让你这等妖泪在大道上实现金灵画龙的蜕变 你且将其中逆绝记下 然后毁掉此玉剑 所以将玉剑递过去 是 不跑少年赶忙双手接过 以神念感应其中奥秘 但想 他将玉剑捏碎 而后双手抱拳道 前辈 小的都已经记下了 陶青山见词 再忍不住壮着胆子道 苏大人 小的爷愿誓死笑命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苏义瞥了他一眼 道 是吗 你若愿意 可以留下位悬眼道宗做事 但你别高兴太早 十年内 我不会传授你任何秘法 更不会指点你分毫 考虑清楚 再告诉我你的决定 道不可轻转 法不可轻手 老元能获得他传承 是因为当初姻缘际会 有所姻缘 也算一个考验 对方已经通过 苏义自不介意在大道上 提携对方一把 和陶青山不一样 这个诞生于纯阳火 陶树上的金怪 当初在鬼母岭上的时候 就已得到过自己的指点 如今想要留在他身边做事 自当予以考验 如此才能洞察其心 魔力其性 当然陶青山也可以选择不答应 却见陶青山沉默片刻 神色装束坚定道 苏大人 小的想明白了 别说十年 就是等待百年千年 小的也愿意追随大人身边 苏义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说 又不是收传人 在这方面 他也不会太可客了 想了想 苏义吩咐道 从今天起 你们便留下吧 待会去找您公主 他会帮你们安排一切 是 陶青山和布袍少年 齐齐应诺 对了 苏义呼地想起一件事 对布袍少年道 当初我曾答应 若你划行成功 便赐你一个道号 现在 你可愿意接受 不袍少年一呆 玄机欣喜若狂 扑同跪地 战声道 还请前辈赐名 苏义略以思寸 便说道 你其居于青蓝江下 随是妖类之属 道也有一颗像道之心 实属难得 便以原恒为号 如何 冤者 取原字上部 初始之意 恒者 有恒心之辈 可知大道一间 其中善意 不刨少年一点就透 不经激动涕零 后手道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陶青山见此 真真是羡慕到骨子里了 对修行之辈而言 道号可是大有讲究 不止蕴含着赐予者的期许 也是一种认可和庇护 传闻中 在古老的道筒内 授手道号更有着专门的仪式大典 挥个辉弘装素 乃宗门一等一的大师 需要有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来亲自定夺 一名弟子的道号 由何人授予 甚至可能影响这名弟子以后的前程 当然 一般的修士 也大多会给自己自封一个道号 无非是为了彰显自己威名的一种手段 可以忽略不计 陶青山自然清除 对老渊而言 苏义所赐的道号 便等于是得到了来自苏义的认可和庇护 这让陶青山如何不艳羡 以后 只要我道心坚定 忠心耿耿为苏大人做事 定然也能得到苏大人认可的 陶青山深呼吸一口气 内心也是变得平静下来 对他这等没有跟脚的要求而言 能抓住一桩仙缘 已是摇颠直性 现在能够留下来为苏义做事 对陶青山而言 已经足够了 安排了陶青山和不保少年 圆恒的事情后 苏义独自一人又陷入沉思中 他之所以传授 圆恒玄武真气经的秘诀 倒并非完全是因为 对方适合修行这门法诀 而是打算这次前往大霞后 让圆恒以身上的功法气息 去引出葛千这个胆小 谨慎之急的家伙 如此便可甄别出 葛千所修炼的究竟 是否是玄武真气经 作为这部道经的缔造者 苏义也最清楚 同样修炼有玄武真气经的两个人 哪怕相隔万丈距离 彼此之间的契机 并能够产生一种微妙的感应 如此一来 胆子极小的葛千以后就是躲起来 可只要他出现在圆恒万丈范围内 便会被第一时间察觉到 希望葛千这家伙真的是去了大厦 否则可就让我白忙活了一场 苏义按道 没多久 宁四话返回 道 道友 陶青山二人都已安置妥当了 苏义点了点头 说出了自己的决断 道 我打算明日便启程 前往大厦走一遭 临走之前 有些事情要嘱咐你 宁四话 某子先是一亮 旋即就暗淡下去 无奈道 这么说的话 我就又只能留下来 帮道友看家护院了 他也听说过在大厦 将有一桩吸引天下修饰目光的蓝台法会将在数月之后拉开帷幕 哪能不想参与其中 苏义道 你若不愿意 我不会勉强的 宁四话摇了摇头 轻质如少女的脸庞上浮现一抹感慨 道 一千世后 我身为天元学宫的公主 看似风光无限 实则在修行上 也是千辛万苦 历经种种凶险和磨难 但自从和道友认识后 完全不一样了 到如今 我既不缺修行之法 也不缺修行资源 所求所的大道 也曾得到道友诸多指点 说到这 宁四话笑吟吟道 这或许就叫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相比于此 是否去大厦 并不是太重要的事情 这等情况下 别说是帮道友看家护院 就是帮道友干一些伤天害理 丧心病狂之事 我怕也不会拒绝了 苏毅目光看向宁四话 欣赏着这宛如少女般 清之美丽的女子 道 不说其他 以后 我自会为道友准备一份谢礼 宁四话心中一阵 他自然清楚 苏毅所谓的谢礼 注定非同小可了 他名模流畔 笑语焉然道 谢礼无所谓 只要道友念我的好 便足以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有声文学播讲 请关注我们们频道 谢谢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宇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四百零四章 中元节四亡魂 七月初二 清晨 苏毅和老元 所画的不跑少年 元恒一起 启程离开天元学宫 昨天时候 苏毅就一把魂天妖黄 所留的白骨印系 交给宁四话 告诉他 若遇到无法抗衡的危险 便带着玄演道宗 上下众人一起 前往乱陵海深处 凭白骨印系的力量 和进入群衔剑楼 遗际内避难 事实上 苏毅留下的后手 不止如此 在距离天元学宫 百里之地的玉平山中 还不只有五行 玄演阵和北斗聚灵阵 夺入其中 足够挡住 画灵境大修士的攻打 所谓九兔三窟 便是如此 出此 白骨印系内 还有群衔剑楼的 至高密藏万灵境经 苏毅以叮嘱宁四华 可以将此道经 视作玄演道宗的 传承力量 传授给宗门中的人 当然 玄演道宗 与其说是一个宗门 不如说是和苏毅 有关的亲友的聚集地 像灵雪 茶锦 宁四华 黄乾峻 封小峰 封小仁他们 一千十号 皆早已获得 苏毅所传授的修炼妙法 自然不必再去修炼 万灵建经 总之 苏毅将万灵建经留下 等于是帮群仙 建楼续上了传承 也算不负当初 魂天妖黄的期盼了 对苏毅而言 此去大夏 实属修行所需 没办法 大周 大魏 大秦 这等世俗 国度内的修行资源 或许勉强还能满足 他现在的修行 可注定不长久 壁谷竟是大道修行的第一境界 以苏毅估算 以自己那雄厚无比的大道根基 若没有足够的修行资源 修为注定会在很长时间内滞留不前 这自然是苏毅无法容忍的 而大夏作为苍青大陆的霸主 修行势力鼎盛 且还有领导修士出没 这也就意味着 在大夏境内的修行资源 绝对富饶无比 自然也足以满足自己的修行所需 一想到大夏 苏毅脑海中就想起了很多事情 比如即将在数月之后 在大夏境内拉开帷幕的蓝台法会 比如花信封曾说的 和暗谷至近来历有关的虚弥仙岛 甚至花信封所在的宗族势力 也让苏毅很感兴趣 毕竟这个宗族的信物上 和篆刻着属于真灵神秦龙雀的图腾 当然苏毅也不会忘了葛迁 至于那个败入大夏 天书道宗修行的周之前 苏毅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从大周出发前往大夏 极为遥远 需要穿过数十个散落在藏青大陆上的国度 需要横跨不知多少的大山大河 苏毅没有着急赶路 一如从前那般 踏上行程时 他更喜欢跋涉在山河之间 漫步于红尘世俗之地 观山 观水 观造化自然 见天 见地 见正生万象 行程即修行 如修有行万里路的说法 佛修有丈量乾坤的苦行之旅 道门有入世历练的考验 就连摩修一脉 也讲究在云云正生乡中 砍七情六欲之贼 这一切都是为了修行 沉淀心境 所谓事事动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极章 修行之道 就在这处世和入世之间 故而 接下来的路上 苏亦兴致来了 便欲见而行 平须欲方 纵揽山川天地之美 偶尔也会放慢脚步 行走在一座座 风情迥异的城池之中 心有所喜 便逗留数日 若感厌烦 便一略千百里之地 一路上 远横侍奉其左右 无论在深山老林 风餐露宿 亦或者留恋于 俗世繁华之地 借一步一驱 如若仆从 担负起诸般所谢事宜 以两人的修为 沿途虽偶尔也遇到一些纷争 可根本不必苏意出面 冤横便能轻易化解 匆匆已逝世于天时间过去 主仆二人的身影 早已穿过七八个世俗国度 跨越了不知多少的 大山和大河 这一天 大梁国境内 一座名叫浮仙岭的山脉远处 有着一条潺潺流淌的河流 河流之畔 是一座极偏僻的山野村落 正值夜色 河水滔滔 远处浮仙岭如落庞然大雾 被如墨般的夜色笼罩 主人 你看远处 附近的村民正在河畔放河灯 远横指着远处河流旁边 那里点燃着许许多多灯火 村里的男女老少 借汇聚在那 把一盏盏点燃着蜡烛 造型各异的河灯 放进河水中 一眼望去 灯影床床 顺流而下 在这夜色中显得很惹眼 这是在祭祖王魂 苏义问 袁横道 正是 主人 今日是七月十五中元节 也就是世俗中所说的鬼节 禅闻每年今日 因其最盛 分散于世间的鬼物 会在今日游荡出雾 世俗中人 会在今日放河灯 焚止前 四王魂 以图一个平平安安 听板 苏义恍然 他自然知道中元节 在是俗人眼中 这是鬼节 而在修行者眼中 这是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中 天地阴气最正的一天 天地清灼之气交替 清气折引 灼气上扬 无非是阴气正了一些 没什么大讲究 快走 快走 各回各家 今晚无论是谁 都不准再出门了 哪怕听到任何动静 也不能开门外出 否则 必会被鬼物吃了 远处河畔 一个枯瘦牢者 扯着嗓子大喊 很快 那些村民皆四散而去 夜色深沉 无星无月 在这偏远山野之地 甚至远远能听到 阵阵野兽嘶吼的声音 每个村民皆 拎着一个纸灯笼 邪而带女 匆匆返回 呼得由两盏灯笼 朝苏役这边靠近过来 走近了才看清楚 这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 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少年肤色离黑 身体精瘦 腰盘插着一柄柴刀 小女孩头扎扬脚辫 面黄肌瘦 这明显是一对兄妹 穿着陈旧的粗布衣裳 坠满补丁 当看到站在草丛中的苏役和袁衡 这对兄妹明显吓了一跳 朝后退出树部 少年蒙地拔出柴刀 第一时间把妹妹护在身后 警惕道 你们是人是鬼 我们若是鬼 你现在早没命了 袁衡笑起来 说道 你们村的人都已回家 你们两个小家伙这是要去哪里 少年物资警惕戒备 道 你们这些做什么 小女孩从少年背后探出小脑袋 眼睛打亮了苏役和袁衡一番 怯声声道 哥哥 他们一点都不凶 肯定不是鬼 少年朗笑 妹妹你不懂 那些鬼物最善变化 看起来像个好人 实则最是凶狠恶毒 袁衡正要说什么 苏役挥手道 让开道让他们过去 说着他先让开了路径 袁衡一正也默然退避 少年见此 犹豫了片刻 才一把牵住妹妹的手 从一侧匆匆而去 走 跟上去 记住 莫要惊动他们了 苏役迈不着少年离开的方向行去 袁衡有些疑惑 难道主人察觉到了什么 他没有问 闷着头跟随苏役身后 夜色中 少年一手握柴刀 一手带着妹妹 疾不远去 半刻钟后 少年和妹妹在一座野草丛生的坟种前驻足 少年手脚麻利地拿着柴刀劈开野草 把那座孤坟修弃了一遍 而后从腰盘布袋内拿出香烛 之前喝一碟糖饼 少年将香烛点燃 糖饼供奉在坟种前 而后双膝跪地 道 娘我和妹妹来看你了 说着 他依着旁边的小女孩 妹妹 快给娘磕头 小女孩刚要跪下 呼得瞪大眼睛 惊恐大叫 哥哥 鬼 少年蹭得起身 就见远处黑暗中 一点鼻油油的鬼火飘夜 隐约可见 一抹飘动的白衣忽隐忽泻 走 少年轻的背脊之冒冷汗 第一时间抓住妹妹的手 扭头就逃 可尚在半途 少年猛的止步 不远处 一团蠕动的阴影像腾漫般滋生 鬼气森森 带起滚滚黑烟 朝少年和小女孩扑来 少年脸色大变 蒙得一把抱住妹妹 转身朝另一个方向逃去 只是很快 这个方向上 浮现出那一抹 摇飘荡的白衣 阻挡在前 这一次 少年一看清楚 那白衣是一个女鬼 披头散发 没有眼珠的眼眶中 是一对壁油油的鬼火 脸色惨白透明 啥 白衣女鬼扑杀而来 快得不可思议 少年和小女孩 已根本来不及闪避 在这危机万分的时刻 少年猛的一咬牙 挡在妹妹身前 抱贺道 妹妹 快走 快 说话时 她双手握紧柴刀 蒙得朝前劈去 咔嚓 柴刀爆碎 少年的身影 猛的被震飞出去 就见那白衣女鬼 看也不看少年一眼 竟只朝那小女孩扑去 那壁油油的眼眶中 涌起贪婪邪碎的光泽 哥哥救我 小女孩爹坐在地 小身板蜷缩 惊恐尖叫 少年目自欲裂 心如刀割 自从父母离世 妹妹就是她最唯一的亲人 眼见这一幕 只恨得眼睛发红 暴怒如狂 可她已经来不及去救助 眼见小女孩就被被那白衣女鬼扑上身 蒙得一道冷哼响起 小小鬼物 也敢伤人 找死 声音直死天雷轰震 充斥莫大神威 紧跟着 一抹金光乍现 滑坡如墨叶色 耀眼无匹 砰 就见白衣女鬼都来不及闪避 身影如指胡斑 骤然爆碎 化作阵阵清烟消散不见 少年和小女孩皆呆住 绚丽的金光油载 在他们视野中 一道身影像天神下凡弯 出现在场中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有声文学播讲 请关注我们们频道 谢谢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先 作者 萧锦宇 眼波 魔仙 魔力 第四百零五章五月镇宅府 那身影一身布袍 粗壮蹲吼 古铜色的肌肤 在那一抹金光照耀下 肉披上一层神经 正是圆衡 而在刚刚死里倒生的少年和小女孩眼中 此时的圆衡 也和天神没什么区别 将 圆衡探手一抓 那一抹金光落入掌尖 仔细看赫然是一柄金灿灿的短刀 他张口一吞 短刀就化作一缕金霞收入体内 这时候 苏义从远处黑暗夜色中走来 手中把玩着一枚残损不堪的灰白珠子 这是一颗最低阶的阴灵珠 刚才时候 苏义看到那一道如动如腾慢斑的鬼物 便抬手将其抹杀 这颗阴灵珠就是从那鬼物体内坠落 谈不上稀罕 但也不常见 一般而言 只有略懂一些修行皮毛的鬼物 才能练出这样的灵物 在这荒山野岭之地 竟有能够戳摸到修行之道的鬼物出没 这就很反常了 主人 圆衡上前见礼 主人 少年和小女孩都愣住 这样一位宛如天神般的存在 竟仅仅只是一个仆从般的角色 苏义朝渊衡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那少年和小女孩 道 已经没事了 不必紧张 多谢两位神仙救我和哥哥 小女孩爬起身 翠生说道 沾满灰尘的小脸上尽是感激 神仙 圆衡笑起来 道 我和我家主人可不是神仙 只是路过此地的修行者罢了 修行者啊 小女孩满脸枉然 少年则匆匆上前 躬身见礼道 多谢两位大人救命之恩 不必多礼了 苏义说着 一走向那小女孩 指着她脖梗上用一根红绳挂着的一块黑色玉石 道 小丫头 这是谁给你的 小女孩怯声声道 哥哥给的 苏义一正 目光看向那少年 道 你是从哪里找到的这小玩意 少年连忙说道 回禀大人 这平安服是我前些阵子从福仙岭上的山神庙庙庙祝爷爷那里求来 说是佩戴在小孩子身上 可以去写弟兄 保佑平安 让我回家给妹妹带上 庙庙 便是看守寺庙香火的人 苏义露出思寸之色 袁衡也看出蹊跷 眉头微皱 少年道 大人 莫非这平安服有问题 谈不上多大问题 苏义随口道 天色已晚 借不介意我们去你家歇一歇脚 少年连忙答应道 自然是可以的 两位大人请随我来 说着 他牵扯小女孩的手 当先带路 少年和小女孩所居的村落 就在那一条河流之畔 位于浮仙岭山脚下 名叫草溪村 路上 苏义也是了解到 少年名叫曹平 妹妹叫曹安 合起来便是平安二字 兄妹俩自幼父母双亡 早些年一直受到草溪村的 村民接济和抚养 可以说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 也是近些年 曹平有了自力更生的能力 才独立开始照顾妹妹曹安 草溪村并不大 兄妹俩的住处 还是其父母所留 位于村子溪头 是一座极为简陋的庭院 庭院内有三座茅草屋 一座牛棚 一方菜旗 收拾得倒也整洁 夜已深 由于是中元节的缘故 村民们放完和灯后 就各自回家 让得村中静悄悄的 就连鸡犬之音都没有 走进茅屋 曹平点上油灯 便去烧水烹茶了 小姑娘曹安 则怯生生坐在一张小板凳上 扎巴着眼睛 好奇地打量着苏义和袁衡 茅屋内很简陋 处处透着贫寒的气息 也可以看出 这一对兄妹的生活 谈不上好了 苏义随意坐在房间 唯一的靠椅上 对袁衡说道 你去庭院外守着 我若推测不错 今晚不会太安静了 是 袁衡匆匆而去 苏义目光看向曹安 温声道 小丫头 把你那枚平安符 给我看看可好 神仙哥哥要看 自然是可以的 小女孩催生答应 说着 她起身 摘下那一枚黑色玉石 递给苏义 神仙哥哥 苏义仰然 揉了揉小姑娘的脑袋 笑道 就凭这个仓库 我就得保你们兄妹平安无事 说着 她目光落在那黑色玉石上 此物质桂圆大小 圆润剔透 拿在手中 温润阴凉 仔细看 玉石表面有着一些 形丝叶子脉络的 天然云纹 果然是巨阴 苏义认出来 这是一种诞生于 地脉阴气中的灵狱 若用在修行者手中 可炼制一些 与伏仪类的小玩意 可若佩戴在世俗 女童身上 灵狱内的阴气 则会一点点 进入女童体内 使得其阴气缠身 时间越久 体魄越阴寒 最终会被阴气实行 一命呜呼 看来 这浮仙岭山神庙的 妙珠大有问题 今夜那些鬼物 怕都是受她指使 苏义按道 没多久 曹平拎着热水 胡合两只粗头碗 走进茅屋 正要给苏义沏茶 苏义接过茶壶 道 让我来 说着 她从绣炮中 取出一节雪玉餐 摘下餐须 浸泡在茶壶中 而后倒了两大碗 你和你妹妹各喝一碗 苏义放下茶壶 说道 茶水经由餐须浸泡 泥散着一缕缕的清香 闻起来便让人心旷神怡 曹平和曹安一言照做 将餐茶一言而尽 仅仅片刻 小女孩曹安那 原本辣黄的小脸 就变得红扑扑的 浑身滚烫 曹平则感觉精神一阵 浑身疲惫一扫而空 每一寸肌肤都暖红红的舒服 神仙哥哥 这是什么茶 真好喝 曹安眼睛亮晶晶的 盯着那茶壶 似还想再喝 苏义笑道 这茶壶内的餐茶 每天只能喝一次 记清楚了吗 嗯 曹安狠狠点头 没多久 曹安就犯困了 毕竟是五六岁的小孩子 怕上床糊糊大睡起来 你妹妹体内阴气极重 切记让她每日和一小钟参茶 如此一来 七天内 当可将她体内阴气彻底化解 苏义目光看向曹平 盯主道 曹平心中一阵 公身感激道 多谢大人 我曹平定不会忘了大人今日之恩 以后有出息了 自会报答大人 苏义笑了笑 道 报答就不必了 以后照顾好你妹妹变形了 见到这对兄妹的第一眼 苏义情不自禁想起了 风小风和风小然兄妹 同样是无父无母 相依为命 那种兄妹之情 让她内心也感触不已 忽帝 院落外传来一阵激烈的轰鸣声 夹杂着激昂青月的刀银 但仅仅片刻 就归于沉寂 草溪村内 各家各户接大门紧闭 没有人出来探望 今日是中元节 鬼屋出没 这些村民都记得村长的叮嘱 谁也不敢开门外出 大人 外边 曹安也被惊动了 刚要说什么 袁衡已大步走进了茅屋 在其手中 还拎着一个腐烂不堪的人头 这一幕 惊得曹安头皮发麻 主人 这头鬼之前鬼鬼岁岁前来 试图靠近这边 被我抓个正着 没想到的是 这丝竟有着一定道行 虽不如避鼓进鬼羞 可实力已经比这世俗中的先天 武宗厉害许多 袁衡禀报道 看来 我们今晚得前往那浮仙岭走一遭了 苏毅说着 目光看了看 忐忑紧张的曹平和不远处在床 踏上憨须 略以沉吟 他吩咐道 袁衡 准备笔墨纸页 袁衡虽奇怪 苏毅要做什么 可动作可不慢 手脚麻利地取出纸笔和墨汁 有红纸吗 苏毅问 有 袁衡把一张大红纸拿出 和笔墨一起 扑在桌上 苏毅走上前 在袁衡和曹平好奇目光注视下 拿起毛笔 沾满墨汁 在红纸上挥豪而就 写了四个字 平安是福 每个字 接骨桌仓静 内蕴吃令之力 曹平看到这四字 只觉心神静静 越看越舒服 而在袁衡眼中 这四字却有一股磅磅无量的大事 成盈着一股浩然祥和的玄妙神韵 让他心神都莫名地震颤了一下 恍惚间 仿似面对的不是一幅字 而是一方浩大的天地 可当仔细去观摩时 却发现 刚才那种感觉不见了 再感受不到那等浩然磅礴博的神韵 他不由枉然 遮着四字所藏的 究竟是何等玄机 呼 苏毅放下笔 长涂了口浊气 这四字 在世俗终极常见 可四字中所烙印的 却是属于刀门的一种镇宅赤领 明幻五月镇宅符 这本是镇守洞天福地气运的一种赤领 极为神庙 能够沟通一丝冥冥中的天地祥瑞之力 而今 这赤领中所蕴含的一股神韵 则被苏毅写入平安式符四字 其中玄机虽不足完整的五月镇宅符的万分之一 可用在凡俗之地的寻常人家中 放弃必有平安 聚拢红尘福瑞之气已是绰绰有余 而仅仅写下这四个字 便耗掉苏毅进三成的修为 若是完整的五月镇宅符 根本不是苏毅现在苏毅的修为能够写出来 苏毅明天时候 你将这幅子钉在门楣之上 就当我送你们兄妹的礼物了 时间不早 我们也该离开了 告辞 苏毅说吧 折身离开茅屋 袁恒紧随其后 大人敢问您尊姓大名 苏毅慌忙追了出来 可放眼四顾 夜色茫茫 哪里还看得到苏毅和袁恒的影子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有声文学播讲 请关注我们们频道 谢谢